专业小组人员在机场停机坪监控从美国寄来台湾的包裹 等待嫌犯前来取货 原来美国海关5月份发现这些要寄往台湾的国际包裹 里面的五金工具箱竟藏有大批制式枪支 新事局接获情报后 与金融市与新北市警方合组专业小组 在金融地监人署指挥侦办下 西条美方让包裹寄出 在透过日夜监控包裹流向 群线破解走私集团设下了层层断点 逮捕到各层收获人及卸性祖先等五人导案 比如说螺丝起子 还有一些铁锤 放在五星的盒子里面 把一个枪械化整为零 一共有16支枪械 这个情报就传递到我们国内来 我们马上就来请相关刚刚提的两个单位 还有我们的美系联络组 洋联络官来一起跟美国的这个驻台湾的这些 执法单位一起来侦办这个案件 那这案件呢 历经了这个几个礼拜的侦查之后呢 我们在中和还有这个基隆等地啊 查获了五个嫌犯 包括这主嫌在内 刑事局进一步说明整个枪械走私案的犯案过程 谢进主嫌他人在台湾 那他在台湾透过加密的通讯软体 向美国这边的共犯下定相关的枪支型号 那美国这边的共犯收到谢神的指示之后 在网站上面购买了16支的制式枪支 那再把这些制式枪支 混杂在大量的五金工具以及工具箱里面 那透过航空邮包的方式 那夹长在包裹里面 并且寄出寄到台湾 金融地检署主任甲官陈兆氏 还与专案小组人员一起到美国 将涉案枪械带回国进行杀伤力鉴定 这也创下全国首例 展现台美司法互助关系更加紧密 这一件事可以说是我们检警 赴国外去取回枪支的首例 那在这中间的过程中 确实遭遇了不少的障碍 那我们也都一一克服 那我想这个是在过去台美双方 长久的司法互助非常良性的进展的情况下 才有办法达成 这次的成功破案是因为 因为美国和台湾司法机关之间的长期合作 我们期待加强并化展与台湾司法机关的合作 让我们的社会加强在安全 幸好台美合作及时拦阻 才没有让这一批火力强大的枪械流入市面 危害治安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移送地检署侦办 并由地检署申请积押获准 记者张旗潘台北报道